在新西兰北岛普塔鲁鲁镇的一家人 他们杀了一头野猪 然后男主人叫Shiber 他非常地开心 这么大一只野猪被他杀了 他拿回家 和他的妻子和他母亲 还有家里除了两个孩子没有吃 其他的人都吃了 结果男主人发现 自己的妻子和母亲 在吃了野猪肉之后 不久就昏过去了 打急救电话的时候 自己也昏过去了 当急救人员赶到的时候 三个人都躺在地上 没有任何意识 现在一家三个人已经成为植物人 只有两个孩子 一个七岁 还有一个一岁的女儿 没有吃野猪肉 性面与难 这个是人生啊 所以去杀害别人 来保护自己 那一定会有现实报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 你对别人好一分 别人对你好十分 你对别人好十分 别人对你好百分 所以人生 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路 其实我们有天酸苦辣 一个人一个人不可能走到今天 都是靠着别人的扶持 别人的帮助 而且人生是一趟没有回程的列车 沿途有数不尽的坎坎泥拧 也有看不完的春花岁月 我们无法改变别人 相信学佛的人要慢慢地改变自己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别人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了自己 慢慢地就有机会去改变别人 谢谢大家